博士博士 你说2018年你已开始研究铜离子 为何铜离子现在才推出市场呢 再来还有一个疑问 铜离子那么棒 为什么没有通过政府推广呢 那么我们做这个研发是在2018年 讲回刚才Steven有问到了 2018年我们做的是corrola virus那时候 因为corrola virus它有很多个品种的 它总共那时候几乎是有12种 2018年几乎是有12种corrola virus 那时候我们就研究是这12种 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 那个武汉出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研究到这个腰可以拿来票 不过那个时候呢就票不出来 它不可以在Airborne 因为它碰到电 到那个那个麦刚 碰到那个Alan William 它就会给它扶持 然后那个copper就不会出来 那么上半段是那个加拿大冷冻 下半段就是我去弄到去 它Airborne出来了 然后Airborne出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2020年了 2020年我们就做丢它 我们做一个报告出来 那个报告就是要证明 POPPER出到来外面 然后我们就做好那个报告了 POPPER在2020年出到来了 然后我们出到来的时候 已经2020年了 然后我们有随便讲一下 跟朋友讲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研究到新冠 因为我们有了所有的证明 所有的比如说这个NSF 加拿大 然后我们就设计 我们的要去中国上海的验证 还有这个北京的验证 还有这个沙拉瓦的验证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们弄了差不多一年 只是做这个报告 然后做到报告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要做一个Airborne杀毒 Airborne就是讲Airborne你会杀到 我们也是要做那个测试的 但我们做那个测试出来 要去跟政府谈的时候 之前有人讲过可以帮到我们 有人讲过了 他讲要Sumit进去政府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那边就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 这个要不要不是看我们 是看政府 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做好 一个corporate video 我们有发给Mr.Go 一个corporate video 我们做好了一个 我们的proposer 我们的company 就是应该是 没错是下个星期 我们就真正 propose给姆一丁 我们已经刚刚写好一封信 propose给姆一丁 还有一份是给洛西山 看他看了我们的报告 是不是政府要用 因为政府用东西 他们很小心的 怎样讲小心 你看2020年的时候 第一趟lockdown的时候 很多人用那个champer champer就是一道门 这样喷那个药水的 那时候他们用错了 用corin 他们用corin 所以两个人出来 那个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的首相 一个就是洛西山 他们出来 报纸都有登出来 就喷了在喷尸的东西 就是他们那时候 觉得有一点敏感 因为政府 他不可以随便 拿一个产品来 你就可报私利要用 那个要一点点时间去 跟他们谈 做presentation 做corporate video 还有做我们的公司的 corporate format 他们要看 这些所有的手续的 不过我们现在 已经完全做完了 整个报纸已经做完了 休息一三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